大家好 今集再继续讲劏房 解决劏房问题 或者住屋问题 这两条线 我当是一些 大的高速公路 例如 上几个月 陈明欣议员在荃湾 看荃湾 是否叫荃湾曉道 就吵住市民 附近居民 说有噪音 就说建议做隔音屏障 做隔音屏障 不用太吵 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需要建议的隔音屏障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建议 当然 好像东区走廊 那些应该都有 或者屯门那边 一直到屯门 有一部分都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然后一直到尾 应该好像宿管坟 那些都有 然后到屯门 那些解饮屏障 都有的 OK 除了这些地方 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地形 譬如观塘曉道 很长 一边向海 另一边可能工厂区 没有那么多人工厂区 应该都有些隔音屏障 我不太记得 OK 另外有一道更加长的 就是套路港公路 一边是中文大学 另一边向着海 向着套路港公路 多长 那上面的路 路上是否没有东西 那我建议要做些东西 就利用那些地方 那你由大埔一路去到沙田 套路港公路 那你原来东区走路 多长 观塘曉道 太子一路去到 观塘那边 南田那边 那就 美孚外 美孚外面那边有条曉道 都是一路到 荃湾那里 荃湾再到屯门 那我们就研究一下 可不可以利用 那些公路上 那些地铁站上盖 那些地铁站上盖 那些火车站上盖 那些火车站上盖 都是这样建 下面是空哩哩 就做一些铁路 或者铁路公司 那时候我都住过 新屯门中心 他楼下是整个车厂 那些楼上可以做住楼 用来发展 就没有浪费 那你屯门那里 新居都是这样的 下面你做停车厂都可以 巴士站 上面就住人 建高楼大厦 那你 新元朗中心 那样 还有很多地铁站上盖 多不升数 那当然 美肤上盖都没做 美肤那里还有很大的地 我觉得 上面又是行人 左村又插 上面都是一大片地 那你弄好它 就可以做上盖 那你说 再研究更大的 工程就是 业劉淑儀提出的 货贵码头 是可以的 直接是不影响货贵码头 就在货贵码头上面 就砌一块地 地出 树树的大柱 树的大柱 这些 冲天大柱 在整个大平地 也可做 那你重有多 那你便做多 那你就做多 就是 那 那就 好了 就回来 这些 解释的 解释的 首先 你们就说 要建革的 假音屏障,是不是? 譬如我們照起假音屏障 照起假音屏障,OK? 假音屏障,OK? 假音屏障,OK? 這裏是樓,是不是? 樓當然在這裏,經常貼著 滾滾聲,是不是? 這些樓在這裏滾滾聲, 是不是? 那就是假音屏障,是不是? 那就... 想到過來,當然這邊,是不是? 那這裏就要一路 好了 這樣就對了,整屏障,是不是? 有時候這邊可能都很美的,這些風景 可能是海來的,是不是? 是吧? 是吧? 嘩,正到避海景,是吧? 這邊就是樓,當然,是吧? 可能是這些樓,是吧? OK? 是吧? 減屏障,好了 那車仔就在這裏走,是吧? 那車仔就在這裏走,是吧? 那車就會照樣走,是吧? 是吧? 照樣走 是吧? 這些就這樣去,是吧? OK? 那這裏可能也有車,是吧? 是吧? 是吧? 這些就是這樣去,是吧? 這些就是這樣去,是吧? 內匯沒有問題,是吧? 那車,是吧? 那當然不是一定海, 就是我這樣說而已, 但是我剛才說的地方, 都是向海的, 不如韭露港公路, 東區,東走廊, 東區曉道, 東區曉道, 東區曉道,是吧? 東區走廊, 然後觀塘曉道,那些都是的, 鶴美夫,是吧? 甚至荃灣,那些, 好了, 我們做了這些芥蔭屏障, 是吧? 這樣就蓋頂, 做個頂,平頂啊, 這些屏障,是吧? 封了,是吧? 那邊, 那邊也封了,是吧? 好了,封好了之後呢, 那這裡呢,就封頂, 封了頂之後呢, 那是不是有一大片地, 可以製造了, 是吧? 那我們就利用這些地, 就, 做些棗嵌屋, 是吧? 如果用貨櫃改裝那些, 我覺得可能是重的,是吧? 那不知道, 這些要些, 建築工程師, 那些結構工程師, 才知道,是吧? 當然, 我們這些橫樑都是用些, 是很堅硬的, 工字鐵, 之類的, 是吧? 就很堅硬的, 這樣就弄了它, OK? 但是, 容易拆射的, 將來不用呢, 你拆螺絲就可以了, 五拆也都可以, 不如那些居民附近這些, 覺得好啊, 好靜啊, 當堂, 那就繼續保持囉, 是吧? 那些樓呢, 保不保持呢? 都是啦, 上一集我有講的, 就是呢, 五、六年之間,是吧? 就是你輪候公屋的時候, 那些年期, 那些年期, 就已經一路輪一路輪, 逐漸逐漸會, 需求越來越少的, 那些人上了樓, 那些屋一路, 那些公屋一路一路建好了, 一路上樓了, 那這些就可以一路一路拆了, 是吧? 一路一路拆了, 是吧? 例如我們這樣, 照建一些樓, 是吧? 那些樓是怎樣呢? 幾大幾多層呢? 都可以的, 總之我想就, 當然不會太高啦, 可能三層至四層最頂隆, 是吧? 那一層當然都可以啦, 大小就可以做不同的size, 是吧? 那當然呢, 最理想都要加些蓋比較好, 我猜啦, 是吧? 因為太陽一曬就好熱的, 那就做些屋頂就隔一隔, 當然最好安排有空調, 冬年夏涼, 哇! 真正, 那這些屋呢, 我理想法就是, 要齊全曬的東西, 那些櫃啊, 三大電啊, 水電煤啊, 全部有曬, OK? 那你拿包入住, 對吧? 有雪櫃, 有洗衣機, 有電視, OK? 那你搬屋就不用煩了, 你已經, 你帶些三副鞋物去, OK? 那就方便些市民, 走隨時走, OK? 那就, 搬入搬出都方便, OK? 那就, 最好有些, 嗯, 一般的生活設施, 超級市場啊, 中西式的酒樓餐廳啊, 有些休憩地方, 給小孩子玩, 給老人家玩, 對吧? 那就, 有託兒所啦, 最理想, 有診所啦, 那些診所是可以拿, 拿藥的, 讓老人家方便, 不用周圍走, 不用去, 又走去政府那些診所裡拿, 就, 特許他呢, 就可以在那裏拿, 拿些政府藥放那裏, 讓老人家, 方便他拿, 對吧? 小孩子呢, 那些寶寶, 那些寶寶, 那些大人, 就放心去上班, 對吧? 嗯, 那些交通簾呢, 就盡量是會, 希望呢, 接駁到那些, 嗯, 地鐵, 是吧? 是附近那些地鐵啊, 巴士啊, 小巴啊, 甚至的士, 都可以, 對吧? 那就不要另外又要弄些些, 什麼, 路軌啊, 什麼,什麼那些, 就希望就盡量少, 對吧? 是吧? 盡量利用附近那些的交通工具, OK? 那就, 啊, 希望可以, 盡快, 盡快啊, 因為現在要, 是吧? 解決這個問題, 是吧? 長遠當然, 蓋足夠的公屋給那些居民住了, 是吧? 啊, 那就看一下這個方案, 行不行, 是吧? 那就當然,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人看到我這個視頻呢, 是吧? 如果看到視頻呢, 就講傳去那些, 有關當局那些參考一下, 是吧? 或者一些, 議員啊, 那些, 去再, 啊, 指導這個方案, 是吧? 你或者弄好一點, 然後提給政府, 考慮一下, OK? 好, 那就這集就到這裡, 啊, 盡快解決這個劏房問題, 啊, 或者, 住屋問題,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